请大家介绍如何使用AppsCoHOST新界面的MyAppsCo的功能以及专案的部分 这个功能是用我们AppsCoHOST跟EDS的新界面 首先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使用界面预设语言可能是英文或中文 如果要变更的话就点右上方的MyAppsCo的一个字样 那在这个我的偏好的这个连结当中我就可以去做选取 预设语言选取成我所想要选取的语言 那我们设成繁体中文 那接着的话呢我们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logo点一下就可以开始回到主画面 那首先我们要使用的MyAppsCo功能跟这个专案 它是旧界面的话呢它是属于像资料夹这样的一个概念 只是说在旧的使用界面当中 专案它不需要特别去做登录就可以使用 那如果是在新的使用界面的话 这个专案点击进来之后 如果我是没有登录的状态 我是没有办法使用专案的 那接着的话呢就是这个MyAppsCo的账号 就是以前旧界面的MyAppsCoHOST资料夹的一个账号 所以如果大家在之前的旧界面都已经有自己的账号曾经建立过的话 就直接选登录就可以了 或点右上角的MyAppsCo的字样也可以 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登录 那如果没有登录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回到上一个画面 那右上角的MyAppsCo按一下之后呢可以看得到我可以在这边去建立账号或是登录我的AppsCo 那这边的建立账号我就可以来建一组新的 如果大家之前有用过就不用再建立新的 那在这个画面当中呢有的会加注啊就是包含使用Google登录 它会出现在上面这里 那有的学校设定就没有 所以就看我们的单位 那我们这边的表单大家可以做一个填写就可以了 那输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打上我们要输入的这个 姓名跟这个email 那这边的email用自己的学校或机构的信箱都可以 但是要使用我们比较常用的信箱 因为有一天忘记密码的时候 这个是唯一会提醒我们的 那接着在密码的这个部分下面有六个XX就是它的六个条件 所以如果我需要这个密码就是设定的时候要把这个六个XX都变成六个勾勾才可以 那完成这个密码的要求 那通常好了之后我会忘记 所以我可以点显示把它拍下来 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密码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勾选 然后呢我们就点这个建立账户 点显建立账号之后呢 这边会要求我们再继续做一个登入 所以我可以点登入 那我可以在这边呢使用我刚刚建立好的账号密码来做一个登入 登入成功之后就可以看得到现在的这个专案 它现在可以点这个加号去增加新的 那买Apps Code 我的Apps Code也可以看好我的自己的偏好设定可以设定语言 那如果你点选管理账号的话呢 它会要求你再登入一次 那我再次输入点登入 那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这边可以去变更我的名字 或者是我之前在其他学校 就是有注册好账号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合并 所以这个是个人账号的管理 那我们再点返回 那接着我们跟大家提一下怎么使用专案 首先的话呢我们点上方的搜寻框 我打上这个比如说我想搜寻确GBT 那选取之后点放大进 那在这边的搜寻结果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出现这个提示 那再来的话呢 文章的旁边有一个三个点点 这边有新政治专案 你就可以点选之后呢 去把文章加到专案当中 那如果你是没有之前没有建立好新的专案 第一次用的话请点建立新专案 那你可以打上就是你要的报告的名称 那到期日期不一定要填 这个都选填 那我们选好名称之后 就建立好自己的专案了 那你就可以点这个三条线新增至专案 然后选取刚刚所建立的 立即新增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 所使用的资料夹的概念 那只是说这边你可以去增加不同的资料夹名称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去选取我所要的文章 把它加到这个专案当中 那我就在这边做选取 那再来文章旁边会有一个储存 这个储存就是书签 那你可以看到按到这个储存之后 文章会放到书签当中 那这边的已储存的话呢 就是你所保存的 有点像是我的最爱 但是在专案当中的话呢 它是可以让你去分门别类 去做文章的归类 所以我AI或者是我的读处报告 或者是我的论文 其中报告等等 我就可以去建立不同的专案 那我的专案可以保存的 这个是我的文章 再来是我的检索历程 那检索历程在这里 检索历程的话呢 我可以看到刚刚搜寻的Trilgbt 点这个三条线 我可以新增至专案 那一样选这个AI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保存 这边也可以让你储存在这个 已储存这里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看到 已储存就是书签这里 可以去记录你所使用的 保存的文章 还有你的检索历程 专案也是一样 点击之后 有你的文章跟检索的历程 好 那差别就在于说 这个专案可以去建立不同的专案 那如果是已储存的话就是单一一个 那文章的话呢 你可以点选勾选去汇出文献到这个就是书目的这个工具当中 那你也可以点选下载 那下载的话呢是下载中继资料 所以这边的汇出的话呢就跟大家提一下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Appscohost的首页 这边就跟大家提一下这个买Appsco我们可以沿用之前旧的账号 就是我的Appsco资料夹的账号 那如果没有旧账号的话 我们也可以建一个新的 那登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管理账号 变更我们的姓名 那登入之后我也可以去看到我所使用的专案 那你所储存的这些资料包含专案检索历程这些呢 也都可以就是保存在你的个人云端账号当中 你换不同的电脑 它都可以登入你自己专属的账号 那以上就是我的账号的建立跟专案的使用 谢谢大家